基隆海洋大学附近出现了一只野生猕猴 这只长尾猕猴会到处到民宅里面偷东西吃 还会调皮的把民众晒在阳台的衣服给偷走 一度让附近居民以为是有小偷光顾 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这只调皮捣蛋的猕猴 让人是又气又无奈 民众围观好奇的原来是在电线赶上的这只野生猕猴 这只长尾猕猴正在享用他刚刚抢来的铝箔包饮料 看他喝得津津有味 壮丝可爱 其实他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小泼猴 我们那个晒衣架突然掉下来 然后我一想说你们在拍什么 我往后看才看到他 你不知道这里有这猴子吗 不知道 镜头才一不注意 小猕猴跳上民众家的阳台 将晒衣钢架打了下来 拿走一件牛仔短裤想落跑 小猕猴就这样在房屋的狭窄空间中 跳上跳下 把民宅当作他的游乐场 来 喝了 虽然居民又气又烦恼 不过小猕猴活泼的样子很得人爱 民众会主动拿水果给他吃 只希望他不要到处偷东西捣蛋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将他捕捉 放回山上 这条路 谢谢大家